这个男孩是女人和动物杂交出来的 他的名字叫巴道夫 故事从一名身患绝症的富豪开始 他女儿像往常一样提醒父亲吃药 但富豪这次却不耐烦地将要打翻在地 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病死了 而这个女儿明明有办法可以救他 但他却没有那么做 女人来到了一间密室 这里面关押着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 他是由女人和猪的基因杂交而成 可以说面前这个怪物是女人的儿子 他叫巴道夫今年刚好18岁 这意味着他的生理器官已经发育成熟 而女人培养他的目的则是为了救生患绝症的父亲 因为猪人的肝脏和他父亲的肝脏完全吻合 当巴道夫听到女人要解剖自己时 虽然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但此刻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 任何动物在冰死之前都会亡命反抗 而巴道夫却没有 因为妈妈说的话他会一切照做 懂事的巴道夫让本就迟疑的女人变得更加不舍 这毕竟也是他抚养了18年的亲生儿子 画面一转 女人手持一把小刀来到富豪旁边 显然他在父亲和猪人之间已经做出了选择 富豪死后巴道夫也重获自由了 这是他18年来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 而从现在开始他的生命将由自己做主 这次看见外面的世界